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內鬥繼續 習近平被人上課 外交不可意其用事 綜合報導 黨媒頭版展示習最新動向 釋放什麼信號 習近平2024有險情 推背圖新界黑兔是他 中共干擾神韻 韓國演出 美國國務院表示關注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11月8日星期三 我們通常在視頻發布後1小時內提供字幕 您只需點擊視頻右方的CCR鈕即可打開字幕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內鬥繼續 習近平被人上課 外交不可意其用事 阿波羅網記者秦瑞報導 11月7日 江澤民 曾慶紅派系背景的《香港01》發表文章 中澳和解的啟發 國家是時間河流上的行船 外交不可意其用事 文章以中澳關係舉例 稱 政策所欲達成的目標不是短期內的勝負 不是意其用事 2021年10月 王毅在《人民日報》以文革式肉麻語言發表長文 其中三次提及習近平對中共外交親自指揮 親力親為 親自破壞和指揮 親自領導 因此江派在這裡所說意其用事 不可能指向別人 只能是親自指揮 親力親為的習近平 文章中令人矚目的是該江派喉舌 這一次沒有假扮中共黨內的改革派 而是露出中共大外宣真面目 引用了毛澤東的一句話 文章在繼續給習近平上課時說 外交工作只有學會在和平與發展的框架下解決問題 學會把朋友搞得多多的 把敵人搞得少少的 而最後這句話就是毛澤東說的 那麼在文化大革命時期 中共的外交是一個什麼情況呢? 當時有三句政治口號 可以對此進行概括 分別是 打倒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 打倒以蘇聯為首的修正主義 打倒各國反動派 可以說 當時的中共四處疏敵 無論是蘇聯東歐的共產黨陣營 還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民主陣營 還是中共國周邊的國家 幾乎全都是它的敵人 一個著名的例子就是中共年輕化務員大罵伯列日涅夫 中共前外交部長黃華在其回憶錄中講述 1969年 蘇共總書記伯列日涅夫打電話找毛澤東 當這位蘇聯黨政軍一把手將電話打到中共中央總機市 剛說了一句 我是薄列日涅夫 請接毛澤東同志講話 總機市的年輕化務員斷然說道:「修正主義分子 你是什麼東西?能找我們偉大領袖講話?」 說完掛斷了電話 致使中蘇領導人幾個月以後才得以通話 幾乎釀成兩國更大的武裝衝突 而這位化務員還得到了康生的表揚 說他罵得好 政治水平高 中共和北朝鮮的關係也是出近洋相 1969年初 在鹽邊地區 上海下鄉之情與當地造反派 組織在圖門口岸建起高大的毛澤東像 又搭起了高架 安上了擴音器 每天對朝鮮廣播毛語錄 播放所謂反修文章 朝鮮方面也針鋒相對 豎起今日成塑像 架上大喇叭 兩邊對著喊叫 宣傳 遼寧省的丹東口岸也有同樣情況 黨媒頭版展示習最新動向 釋放什麼信號 人民日報11月7日頭版 六則新聞 全是習近平 最令人觸目的是習近平在同一天 會見了4名外國領導人 依照版面順序 分別是古巴總理馬雷羅 塞爾維亞總理波爾納比奇 澳洲總理阿爾巴尼斯 南非副總統馬莎蒂萊 習近平平密接見外賓 尤其是最近明顯向美國釋出善意 被傳願意到美國出席亞太經合組織峰會 這顯示中國願意跟西方國家修補關係 但值得一提的是 在頭版眾多接待外賓新聞中 頭條仍然是習近平重提封橋經驗 寄回到毛澤東時代的社會管理體制 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全國封橋式工作法入選單位代表 參加會見的是掌管公檢法的重要人物 蔡奇 李希 陳文青 王小紅 吳正龍 張鈞 英勇等等 所謂風橋經驗 即回到毛澤東時代的社會管理體制 主要特點是由原先通過司法程序來懲治階級敵人 轉為實行群眾專政 也就是群眾鬥群眾 1963年11月 毛澤東親自批示 向全國推廣風橋經驗 這種群眾專政的方式 在此後的政治運動中得到極大發揮 大批基層幹部和四類分子被迫害致死或自殺身亡 至於在頭版底部的新聞 是習近平向一帶一路科技交流大會致賀信 外交 內政 一帶一路新聞都在當地頭版 就是沒有民眾最關心的經濟問題 習近平2024有險情 推背圖新解 黑兔是他 中共前總理李克強促視疑點重重 外界聚焦中共黨內的權力鬥爭 有權威人士指出 李克強之死讓習近平壓力特別大 外界還認為 李克強之事造成的政治衝擊 有可能讓習近平加速應驗推背圖預言的政變危機 推背圖46項預言中共即將發生的宮廷鬥爭 也就是兵變或政變 預言提到 東邊門裡扶金箭 勇士後面入地宮 預言還提到有什麼人參與其中 也就是有意軍人身代功 只言我是白頭翁 唐浩分析 至於最關鍵的時間點 就藏在43項裡頭 也就是黑兔走入青龍穴 2023年剛好就是黑兔年 明年就是青龍年 也就是可能會發生在這兩年之間 青龍穴也就是2024年的中南海 唐浩分析 現任的中共國家領導人裡頭有三個人屬兔 一個是前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 在2017年被習近平拿下了 第二個屬兔的是現任中共政協副主席胡春華 但在中共二十大 胡春華被踢出中央政治局 最後一隻兔子 就是中共前國家副主席曾慶紅 曾是江澤民的狗頭軍師 為人相當陰險 長於算計 還曾經掌握著中共的整個特務情報體系 他還積極參與了迫害法輪功 所以曾是非常黑心的黑兔 他也是唯一一個還沒被拿下的正國籍兔子 唐浩分析 習近平為了確保自己政權的長久治安 拿推背圖來暗圖所寄 清洗潛在敵人 他剷除了李尚福 秦剛 李克強 又制服了兩隻兔 現在他想要把李克強事件 甩鍋給最後一隻兔子 大黑兔曾慶紅 唐浩表示 習近平想要解除預言的詛咒 會不會反而加速 他真的在黑兔年 與黑兔直面交鋒 一絕生死呢?2024年 好戲要上演 中共干擾神韻韓國演出 美國國務院表示關注 大紀元編譯報導 大紀元的一項調查顯示 中共駐韓國大使館正在利用金融和外交影響力 威脅韓國劇院 反對神韻藝術團的演出 就中共對美國藝術團的干預行為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11月7日回應稱 這是一個令人擔憂的問題 美國將繼續與日本和印度太平洋地區的其他國家密切合作 解決這個問題 國務院發言人維丹特‧帕特爾表示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許多國家都使用過經濟脅迫等行為 這些都有非常明顯的記錄 受中共的影響 神韻在韓國的演出多年來一直面臨困難 但主辦方表示 今年的情況尤其令人擔憂 天納西州共和黨聯邦眾議員 迪姆伯切特告訴新唐人電視臺 讓中共政權決定在韓國上演哪些藝術演出 這是非常不幸的事 我們每天在副頻道發表一個視頻新聞 阿波羅網是獨立媒體 沒有政府和機構資助 朋友們每一次按動油管的特別感謝 都讓我們深深地感受到您的關愛和支持 尤其感謝純粹為贊助我們而加入會員的朋友們 我們唯有做得更好 以回饋您的幫助 請您點贊 轉發和留言 讓更多人受益 也請您訂閱並打開小鈴鐺選全部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